一輛車擦撞護欄 令一輛車整個側翻倒地 停車場車道發生事故 減小一點多 在新竹一間購物中心內 有兩輛車發生擦撞 七十多歲的駕駛 當時準備離場 從四樓下坡到二樓轉彎處 一似是煞車失靈 直接撞上前方車輛 狼翁的車直接側翻倒地 保存以及員工趕緊將人送出 並且報警送醫 另外也趕緊引導其他車輛改到出場 最後車輛撥走 將近一個多小時才完全恢復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